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是2018年12月5日 再给您分享一个IT的视频 什么内容 看我的画面 Flutter 1.0正式发布 为什么今天要给您做这个视频 是因为今天的北京时间凌晨 美国谷歌公司开了一个发布会 专门讲了一下 它最新的移动开发框架Flutter 而且推出了1.0的正式版本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给您做视频 给您介绍一下这个框架 这个现在是它的官方网站 大家请看做的也是非常的漂亮 然后上面这个地方是指的 Flutter 1.0正式发布 这是它的新闻 咱们点击看一下 大家请看 这Flutter的一个新闻的一个介绍 然后里面讲解了 Flutter 1.0都有什么功能 然后这个都是因为是英文的 所以我把它总结了一下 给您做了一个文档 咱们来看一下我的文档 大家请稍等 好大家请看 这个是我做的文档 我按照这个文档给您讲解一下 其实就是它那个网站写的内容 首先说Flutter 1.0闪亮登场 但我学什么内容 是怎么回事 咱们一个个往下看 好 咱们先看一下 2018年12月4日 在伦敦举办了Flutter Live的发布会 这个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钟 做的发布 发布的内容 就是Flutter 1.0正式发布 因为在将近10个月之前 发布的是Flutter的β版 今天正式发布 1.0的正式版 咱们看一下 右边我这个文字给您念一下 12月4日加入我们的Flutter的在线 然后体验最新的Flutter Google免费的SDK 干什么的 用于通过一个单一的代码库 来构建原生的应用程序 iOS和安卓 好吧 咱们往下看 接下来我先给您说一下 可能有很多朋友还不知道 什么叫做Flutter 这个我用的是Flutter 中国下面的一个引用 我给您念一下 Flutter它是Google Google公司用以帮助开发者在iOS和安卓两个平台开发高质量的原生UI的移动SDK 然后Flutter它兼容现有的代码 并且免费开源 它最后这句话写的一会儿吹 就是说在全球开发者中广泛被使用 不可能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它还没出正式版 怎么可能广泛被使用 让您看一下我的画面的右上角 它是什么 它是Google公司出的便携式的 什么 UI工具包 也就是说它仅仅能够帮助咱们设计Smartphone 或者说是手机的应用程序的UI端 它不涉及到逻辑端 好不好 咱们先有这个认识 OK 再往下看 Flutter 1.0发布 它有什么特征 它有四个特征 这四个特征是官方给您总结出来的四个特征 有什么 看我的画面右边 漂亮 快速 高效 开源 这四个特征 这四个特征真的是足够了 咱们一个一个看 首先 漂亮 什么意思 我给您念一下 Flutter它可以让您去构建漂亮的应用程序 让设计师能够最大限度的发挥设计师他们的创意 而不用受底级框架限制的影响 而被迫妥协 什么意思 因为咱们现在有很多美工 它设计手机应用 设计网页 设计都非常的漂亮 可是基于手机共用的限制 或者基于咱们网页 对于CSS 对于HTML理解的不到位 而导致设计师的设计 唯一没法实现 对吧 有这个问题 那么Flutter就解决这个问题 为什么 因为 再往下看 Flutter可以让您干什么 看我这红字 控制屏幕上的每个像素 来设计用户界面 而且您还可以利用Flutter的合成功能 无线的叠加图形动画视频文本空间 有事说 咱们设计Flutter应用程序UI的时候 就相当于使用Photoshop里面层的概念 咱们可以去堆叠出一个UI出来 这就非常的漂亮 就非常的符合咱们怎么说设计师要求 让咱们能够设计出非常漂亮的游用程序 对吧 而且Flutter还包含了一整套小部件 可以为您提供在iOS和安卓上完美的像素体验 它一直在提像素 坏话说 咱们设计UI能够控制到像素级 如果说开发过的iOS和安卓朋友来说 您可能都知道 受到它这个画面的布局有很多的限制 那么用Flutter的话能够控制到像素级 真的可以最大化美观您的应用程序的UI 同时还可以实现Google提倡的一个开放式的原型设计规范 或是原型设计系统 Material Design 也是没有问题 好 这是它的漂亮 再往下看 快速 什么意思 Flutter非常快速 它支持Clone和安卓的硬件加速 SKIA 2D图像引擎的支持 Flutter能够以什么 看我的红字 以设备的原生速度来实现 无毛刺 无抖动的图形图片 同时Flutter采用Dart语言 这个我不是特别喜欢 Flutter采用Dart语言的平台进行开发 该平台为iOS和安卓编译为机器arm码 为什么它快 是因为它编译成机器的arm码 同时它用Dart语言开发 咱们知道Dart语言怎么说 是Google自己原创一门语言 这个其实我不是特别喜欢 为什么 因为对咱们开发者来说 我会了Java了 会了CShop了 会了VB了 是吧 会了PAP了 会了Luby了 会了Python 对吧 我干嘛还要再学到Dart语言 哪怕说你这个Flutter不用Dart 你用Cotlin 你用GS 你用TypeScript 不都行吗 不 它就这个地方有点特殊 它只用Dart语言 既然它用Dart语言 那没有办法了 如果咱们想学习制造框架的话 那么咱们首先要学习一下Dart语言 不Dart语言 我大概看了一下 语法和Cotlin 和GS 和TypeScript也差不多 包括和Sweep都差不多 好 再往下 高效 什么意思 我给你念一下 这个高效指的是开发高效 Flutter很有效率 它引入了 大家去看我的红字 状态热重载 这个不是新鲜的概念 咱们Android Studio 包括Xcode都有这个功能 这是一种革命性的新功能 其实根本就不怎么革命 可以提供给移动开发人员和设计师 来实现迭代他们的用程序 什么意思 通过有状态的热重载 您可以更改应用程序代码 然后立刻看到结果 而不需启动应用程序 以及无需丢失当其实的状态 然后最后的话 是他吹了一下 他说在Flutter用户代发中 开发者说 使用这个框架 开发周期 开发效率提高三倍 这个肯定是吹 但是热装载这个功能 真的很好用 也就是说 比如说咱们在代码中 咱们编辑一个代码 改了颜色 或者改了个字体 改了一点称逻辑 马上能够在咱们的预览画面中 看到实际的效果 这功能确实非常常用 这个确实提高咱们的开发效率 再往下 开源 这个没说的吗 Google的项目 一般都是开源 对不对 Flutter是个开源项目 它遵循大家看我的红字 BSD的许可协议 包含世界各地的数百名的开发者 都愿意为这个项目做贡献 同时还有一个数千个的插件系统 是这样 因为就是说 不管是哪个公司 推出哪个框架 或者说哪种语言 但生态系统都是非常的重要 这个地方他一定要提一下 Flutter的生态系统 因为每个Flutter的应用程序 都是使用标准的安卓和iOS构建工具的本机用程序 什么意思 就是说 咱们用Flutter的话 但是咱们也离不开 咱们本机要装一个安卓的studio 或者说装一个Xcode 为什么 因为还要通过它们来编译成原生的应用程序 包括它可以调用底层的操作系统的一些个内容 换句话说 我要想用开发安卓 但是安卓有很多比如照相机的API 网络API 可能在Flutter中没有提供 怎么办 咱们可以通过Kotlin直接去调用安卓底层的API 也是没有问题 包括使用iOS上的Swift Operial-C 也都可以相互引用到 这个非常类似于什么 以前我做Habbit混合开发的时候 我用的是Titanium Titanium是纯属的HTML加GS开发 然后部署到多平台 那个时候 因为它的提供API非常的有限制 所以说你需要在一定时候用咱们的原生语言去开发 Flutter看起来目前也脱离不开 混合开发 Habbit开发的这个弊端 这个限制 今后我有时间会给大家再做一下如果开发的视频 到时候咱们再具体的说 接下来开发整合 Flutter它可以与多种IDE 或者说编码工具进行整合 包括Vitual Studio Code 这个不用说 这个我天天就用 包括Android Studio 包括Intelligence 还有您喜欢的IDE 比如说Eclipse 对吧 都没有问题 来实现什么呢 来实现一个工具的统合 让您开发iOS和安卓的应用程序 同时再加上刚才的热装载 热部署 能够达到所见即所得的效果 大家请看我这画面图片 其实开发出来的应用程序真的很漂亮 这个得承认 但是效率怎么样 到时候我拿实机做一下 咱们就知道了 最后咱们看一下Flutter 1.0的新功能 斗生功能 大家请看 首先两个完美的像素级应用程序的设计 这个没说的嘛 它一直在吹是像素级的应用程序设计 咱们可以看看 到最后出来一个什么样的像素级 然后第二个是基于DAT2.1 为什么基于DAT语言2.1 是因为这样的话代码更小 而且运行效率更快 这地方大家请看 我画了一个问号 为什么不支持TypeScript TypeScript我觉得是更加的完善 生态系统也更好 为什么用DAT 我一直画个疑问 哪怕你用Cotlin我都支持 好 接下来大家请看 我的第三点跟第四点 这是预览版 这个现在在Flutter1.0里面 并没有提供 12到19年2月份才会正式提供 什么意思 第一集成到现有的APP 第二平台有空间 我给您解释一下 咱们现在用Flutter 如果想开发应用的话 但是有很多的公司 都已经有现成的APP的存在了 对不对 那么他又想使用Flutter功能 但是现有APP还想再用 该怎么办 就可以把新功能用Flutter开发 然后把Flutter开发的新功能 集成到现有的APP当中 这样做也是可以的 这个就叫做 集成到现有APP 第三点 第四点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咱们从零用Flutter开发一套咱们的APP 但是咱们系统中 所有的一些个空间 咱们还想继续用 比如说咱们开发一个日 calendar日期空间 咱们还想用怎么办 那么就是说 在咱们从零开发过的Flutter的APP里面 可以再去集成 或者说调用咱们现有已经开发好的空间 换句话说 Flutter支持咱们和现有项目的双向绑定 双向沟通 都是可以的 但是效率我认为这个地方会成问题 所以说这个地方 第三点跟第四点 它仅仅是预览版 没有正式release 没有正式公布 咱们要到明年二月份才能够看到 好再往下 第三方支持 是这样 就说Flutter目前提供的是iOS跟Android开发 对不对 今后它还能干什么 它还能够开发桌面应用程序 这个桌面包括windows 包括Mac 包括Linux桌面 都可以 同时还支持微星电脑 这个微星电脑好像在咱们国内应用不是很多 叫什么Raspberry Pi 对吧 这个是一个微星电脑 换句话说是个芯片电脑 比如说咱们想学习下物联网 学习下IoT 对吧 我怎么学习呢 咱们就可以买下这个小微星电脑芯片 然后咱们给里面植入点编程 这个一般咱们国内可能用的不是很多 在日本方面用的也不是特别多 但是确实有很多书籍介绍到这个微星电脑 第三 Web容器 这个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咱们现在用Flutter 1.0开发完的程序 可以编译为iOS 对吧 可以编译为安卓 那么还可以编译为网页程序 这个网页程序就用到第三个Harmingbird 来把它编译 但是这个现在还不是正式版 只是说今后会完全的支持 现在还不支持 第四个是Flare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我后面给你写了 这是二维使用动画设计的这么一个软件 也就是说咱们如果拿Flutter这个框架编写在用程序的话 那么咱们在咱们这个APP当中 如果想植入一些个2D动画的时候该怎么做 那么就会用到第四个Flare这个软件进行设计开发 这个相当于什么 您简单理解 就相当于是Flutter版的Flash就可以 但是现在这个还没有正式公布 没有正式release 包括第五个 Network Code 这是什么 这是指的我用Flutter开发 然后进行持续性的开发 持续性的集成的一套软件开发管理工具 同时Google的广告它也支持 而且第三方的支付平台慢慢的也在支持 现在有两个平台已经支持使用Flutter进行支付 这是第三方的支持的情况 好再往下 那么Flutter1.0已经来了 这句话是我引用它官方微博的一句话 就是说Flutter1.0已经来了 我们都准备好了 那么你也准备好了吗 你准备用Flutter来开发什么应用呢 这是官方给咱们提出一个问题 那么你我准备用它来开发什么应用呢 我也非常的期待 我也想继续研究一下Flutter 看看它到底能给咱干些什么 有兴趣的朋友咱们一起来研究吧 好 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最后咱们再回到它的官网 看什么 咱们再看一下 这个地方 写了一句话 什么话 大家请看 Google现在正在招收Flutter的工程师 所以说你如果想应聘Google的Flutter工程师的话 你要把您现在的用程序发到这个网址来应聘这个工作 也就是说如果您现在想得到一份Google工作 也是个不错的机会 混淡话说 您可能今后想在Flutter方面有所发展的话 您可以去试试这个工作机会 这是推荐您的 好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观看 咱们在今后的记住视频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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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